做出說明 我想我們要請大家幫忙把這個講出去 我要讓大家了解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海巡的弟兄 他在執行的時候突然間問答 做老疫情 重頭 你知道他在四月初的時候住進三軍總院 然後我們的醫療是五月一樣開始的 那按照我們的法律規定 不說既往的話 你四月到五月到四月三十號的 致富還是要自己付 五月一號以後就不用錢 你知道總統下令是怎麼下令的 總統下令是說 我們好幾個弟兄都在住院 四月開始住院 他單單那一段時間 致費要付大概十萬塊左右 趕快找來過 那一個月薪水就完了 結果總統就講 他把三軍總院的院長叫來說 我們算帳是這樣算的 以結帳日為主 結果他還沒結帳嘛 所以總統說以結帳日為主 因為他還在住院 那他一定是結帳一定是五月才出院 結帳日為主 結帳日為主 所以四月的也通通不必錢 所以最後他五月出院的時候一毛錢都不用 不然按照你講他四月份的錢是要付的 因為我們是五月一號開始實施的 總統是用結帳日來算的 我們還有推休警察剛好在 跟那個推休警察跟有那個因公訓職 他太太可以指定一個人免費的 他剛好在住院 某些年紀大剛好出院 結果他出院的時候五月 五月 四月份一共沒有收錢